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它的一些采矿业 一些矿山的开采 我们同样可以追逐到19世纪40年代 那么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呢 这个清政府对于各种的这种矿山的开采 像煤矿啊 铁矿啊 铜矿啊 对于各种矿山的开采 那往往是进而复开 开而复进 那么反复无定 那么鸦片战争以后 这个清政府对于这个矿山的开采政策 就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 甚至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鼓励开矿山办公厂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热潮 那么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那么像魏元 像这个冯贵分 像这个洪神干 是吧 这些进步人士 他们主张怎么样开矿山办公厂 这些我们不去讲 那么就是清政府 这个时候也开始非常注意矿山的开采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为什么开始非常注意 或者提倡进行这个矿山的开采 这主要是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对外要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 在鸦片战争当中 清政府耗费了大量的这种军费 是吧 他的国库空虚了 财政结局 那么清政府希望通过开采矿山 是吧 能够充实清政府的财政 那么说他有这么种迫切需要 那么正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在1844年道高皇帝就命令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说现在除了各个开采的各个矿山之外 说如果有哪些人还愿意继续开采矿山 准召现开各场一律办理 可以按照现在这个办法来办理 允许其他人来开采矿山 那么在这个1848年12月 道高皇帝再次给向西南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下达了一个上誉 这个上誉当中主要是讲 说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不能够借口开采矿山 会聚集大量的矿丁 这些矿丁聚集在一起 就会支持 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 是吧 托私观望 是吧 不让这些这个商民呢 来开采矿山 不能够这样 那么他也要求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 是吧 要鼓励民间的开采矿山 那么在这个1849年 由这个定郡王 载权 来出面 制定了一个呢 云南矿场章城 那么这个云南矿场章城制定之后 那么据史料记载呢 是一时矿进大池 就是禁止人们开矿呢 那么这个做法被 被这个废持了 对吧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呢 开矿山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小小的高潮 那么太平天国起义 爆发之后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极多极端的困难 是吧 为了镇压太平军 是吧 要增加军队 是吧 要购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良想 要购买这个外国的洋钱洋炮 他的这个财政发生了很大困难 那么在这个时候 咸丰皇帝在1853年 颁布一个预旨 主要说 现在清政府的财政很困难 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必须呢 要权衡缓急 与矿苗风望之躯 都派干员 悉心复堪 各就地方情形 奏明事办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各个地方的组组巡抚 要派人去看一看 各个地方的这个矿山 哪个地方的这个矿藏非常丰富 那么就要派人去进行开采 那么这个时候 咸丰皇帝要面对一个问题 面对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时有些人就讲 开矿山 很多矿丁 在这个荒山矿野 是吧 聚集很多人 几千人几万人 容易聚种姿势 那么咸丰皇帝 那么就开始 对于这种错误的说法 进行批评 那么咸丰皇帝讲 他说我想了一下 就说振司 开采矿场 以天地自然之力 还之天下 说我考虑了一下 开采这种矿山呢 是以天地的自然之力 还之于天下 说这些做法呢 缴织一切权宜必正 尚属无伤体制 有必民生 什么意思 就是我想了一下 开采各种矿山 是吧 比那其他的一些必证 权宜之计 什么必证啊 像什么捐官 是吧 这个加税 比这些必证 尚属呢 无伤体制 对于老百姓是有好处的 有必民生 那么他是讲 这个以后 这个清政府的各级官员 是吧 那么都要对于这个各个地方的 兴办的这种矿山 是吧 要给予鼓励 那么后来清政府 洋运动当中 出现的一些官办的企业 官商 官都商办的企业 是吧 那么像直立磁县的这个煤矿 山东溢县的煤矿 山东的这个昭乙的金矿 那么都是在清政府前期的 这种矿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那么通过以上我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要讲清楚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洋务运动兴起当中 就或者说在洋务运动当中 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 或者说民用工业 他并不是在19世纪60年代突然凭空出现 以前清政府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些做法 那么在19世纪60年代突然就搞了一个洋务运动 不是这样 他不是在60年代突然出现 那么清政府这个洋务派搞的军事工业 或者说民用工业 他是在第一次洋务战争以后 清政府力图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 以及船舰等来武装自己 是清政府的在第一次洋务战争之后 这种军政政策和矿场政策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清政府搞这个洋务运动 搞军事工业 搞民用工业 不是突然产生的 是什么呢 是在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洋务战争之后 清政府就力图购买洋枪洋炮 就力图要造船造船 是他这种传统的军政政策 矿场政策的一种合乎逻辑的一种自然的发展 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 那么在国内出现的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 那么像在当时在国内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这种失疑的思想 那么这个在国内出现的这种失疑 剿贼欲武的这种政治的因素 只不过是加剧了这一发展的速度 后来中国国内出现了 像西方学习的思潮 失疑的思想 出现一些资本里的经济的因素 出现了失疑来质疑的这种思想 只不过是加速了清政府原来的这种造泄 仿照外洋来制造枪宝船舰的这么一个进程 那么进一步的加强了清政府 来兴办和发展洋务的一个决心 那么以前人们在谈到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的时候 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了当时的一些时代特色 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 那么他兴办洋务运动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起义 就是为了抵御外伍或者说是为了适应 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 他只关注了当时的一些时代的一些特色 那么但是呢 他忽略了这种纵向的这种继承关系 就是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 还有中国自身的这种传统的军政 矿场政策自然发展的这种内在的因素 那么因此我讲 我们在讨论清政府兴办洋务运动的原因的时候 对于清政府内部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内在的联系 必须要给予必要的关注 那么第二个问题啊 准备讲一下这个洋务企业的经营方式 与清廷的传统矿场政策 那么人们这个在谈到洋务运动的时候啊 一般的都是这样讲 说这个洋务运动啊 他举办的军事工业 全部都是采用的官办形式 而他举办的这些民用工业 分别是采取了官办的形式 有些是官办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官都商办的这么一种形式 但是后来啊 这个官都商办的形式出现了很多弊端 那么什么呢 是官有权而商无权 那么另外这些这个官办企业 官都商办企业 什么出现了很多迎死舞弊啊 这个这个官员贪污这个公款呢 这个管理混乱呢 出现了很多弊端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使得很多这个身商啊 就是把它视为位途 就是不愿意再投资于啊 这个官都商办企业了 那么于是呢 就出现了一个官商合办的企业 或者说那是完全商办的企业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近代的这些企业 主要有官办 是吧 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和完全商办啊 这么多种形式 那么这是人们的一般都是这样讲 那么人们在谈到以上的这些 不同的这种企业经营方式的时候 往往呢 是有意无意的 给人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 什么印象呢 就是说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是吧 以及商办 那么这些呢 是在洋务运动当中 新出现的一个经营方式 好像在此之前 那么清城府举办的一些这个矿场 都是完全都是官办 那么你说 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商办 是洋务运的以后才出现 我们可以看一看呢 我们近代的这一些这个史学著作 他们是怎么讲的 那么李时月和胡斌先生合著了一本书 叫做从必观到开放 那么在这个书当中呢 他们就讲 说官都商办一词 最早出现在1872年6月20日 李鸿章上奏的 仇意制造轮船 未可裁撤折中 说当时主要是针对开采煤矿等 主要是针对开采煤铁等矿产而言的 同年冬天设立的轮船招商局 第一次采取了官都商办的组织形式 1878年成立的开平矿物局 使官都商办制度 建区完善 逐步形成为洋务派 兴办民用企业的一种模式 那么说李时月和胡斌先生 他们在书当中讲什么呢 说官都商办企业 最早出现是在1872年 李鸿章的奏折当中提出来 那么这个院书毅先生 主编的一个著作 就是中国近代史新编 那么在这个中国近代史新编当中 他们也讲 说官都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 初创于19世纪70年代 风行于80年代 那么他也是讲官都商办什么时候出现 是19世纪70年代出现 那么还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做汪熙 那么汪熙先生在这个论文当中 他也明确的讲 他这样讲 他说官都商办企业 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 到八九十年代达到全盛时期 就是我们国家的史学界 那么很多人都是认为 官都商办企业 是在洋务运动当中新出现的 是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 或者80年代 那么就我看来 实际上的官都商办的 这种企业经营方式 并不是洋务派的首创 也不是洋务派的新创 不是他们新发现的 新创造的这么一种经营方式 那么洋务派所搞的 这个官都商办的这种经营方式 是他们对于新政府传统的 这种手工矿场 以及商务经营方式的 一种家庭就熟的 这么一种研习和发展 它不是新的东西 就是对于新政府原有的 这种矿场政策 商务政策的 一种驾兴救赎的这么一种研习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个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 那么当时新政府自认为 自己是整个社会的权威 是吧 那么他们希望 一切都是要官都官办 他认为这样最好 那么因此在地方上 地方政务 有总督 有总督 有巡抚来督制 是吧 那么军政 有这个什么将军 有提督来督制 是吧 那么教育 有什么呢 有提督学政来督制 那么像什么 曹运 严正 这个河道 那么都有一些总督 来这个 专管 那么但是呢 无论清政府的力量 有多大 是吧 他的这个政权力量 影响有多大 他不可能包揽 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说各社会的各个方面 他不可能都完全都控制 那么特别是经济领域当中的 有很多部门 他是没有办法 完全是官办 或者官都的 那么就清旺朝而言 清政府对于传统手工业 对于传统的这种矿生开采业 那么他的控制 比明代要松弛的多 明代对于这个传统的 这种手工业矿场 那么控制是比较严的 那么清代呀 那么对于这个这个传统的手工 矿场 矿场开采 控制是比较松的 那么清政府的这种官办的这种 手工工业 主要是限制在什么呢 武器制造 和钱币的股筑方面 武器制造 是吧 钱币的股筑 那么这个完全都是官营的 官办 那么这个 其他的一些矿产的开采 那么清政府 比明王朝要松弛的多 那么清政府在传统的这个矿生开采 在传统的这个商务方面 其实很早就采用了借资于民的办法 借资于民 那么采取了一种官商结合的一种方式 例如在制祠业方面 制造陶瓷方面 那么清政府采取了一种什么办法呢 叫做官达民烧 官府啊 附属于啊 跟这个这个民谣呢 那么相 这个结合 大复在民谣当中的来烧制官府的瓷器 官达民烧制 那么清政府在十九世纪搞的这个延务改革 延政改革方面 是吧 那么也出现了类似官都商办的形式 什么形式呢 你们有叫做官都商销 官运商销 招商成销 就是清政府在这个延政改革当中 也是采取了一些类似于官都商办的这种形式 那么至于讲到像铜啊 铁啊 煤啊 是吧 像这些矿山的开采 更早的出现了官都商办的形式 那么也有官商合办的形式 那么也有大量的完全都是商办的形式 完全商办 那么在这个康熙朝 那么清王朝就实行了一种这么一种办法 就是这个矿山的开采 由私人经营 由清政府遣官兼裁 清政府派官去监视 这个民间百姓对于矿山的开采 那么康熙21年清政府又规定 规定什么呢 说可以召集一些富商来开采矿山 那么然后呢 由政府派官员到这个开采矿山这个地方 来征收20%的这种开采税 只要清政府征收了这个开采税之后 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自由的开采这个矿山 那么其余的产品 由这些商人自由的进行买卖 自由发卖 那么这是康熙朝 那么乾隆朝又实行了一种什么办法呢 叫做官发公本 招商承开 就是官府预电一些 这个银两 作为这个开发的成本 对吧 来召集商人进行开采 那么到了乾隆后期 那么就规定 凡是一些小型的矿山 不设官员直接管理 而是由什么呢 而是由周县官就进来监管 那么清政府对于那些开采了时间比较长 是吧 这个矿场规模比较大的 像这样的一些矿场 那么由政府呢 判员总理厂务 那么这是乾隆朝 那么我想这些问题 我要说明什么呢 我要说明在洋务运动之前 在清政府的这种传统的矿场商务政策当中 虽然没有明确的使用官都商办 这样的字眼 那么但是 就他的经营方式而言 已经出现了官都商办和官商合办的这种形式 我说在康熙 在乾隆朝 那么都出现了一些 类似于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的形式 那么最晚到了这个1849年 那么这个官都商办的这种思想 可以说非常明确的 在清政府的官员当中表达出来了 1849年的3月 云贵总督林德许 谢谢大家